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吓死我了 你还知道害怕啊 你是没长胡子 长了胡子你比李逵胆大 你坐这儿干吗呢 等你呢 那我刚才回来怎么没看见你啊 我等你半天了 说 昨晚去哪儿了 大姑娘家家的夜不归宿 让你爸知道了看她怎么收拾你 一身的酒气 妈 我去喝了一啾啾一啾啾 不信你闻 怎么那么大的味啊 你喝了多少啊 闻着都醉了 那不是假的美美过生日吗 大家一高兴不如就喝了一桶香 腿放下 我爸知道了 你说呢 不是吧 妈 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那少来这个 你爸要知道了 现在就在医院抢救了 被你活过气死 仗义 我就知道我妈最心明大意了 那我先洗澡去了 坐下 谁让你走的 你问题还没交代完呢 我还交代什么呀 你不都说了吗 咱们美美过生日呢 你要是没事 你干吗关机呀 妈 这手机关机那不就是没电了吗 那 那照你那意思 这手机关机 就是跑去干坏事去了 你可真懂 干吗 把贾美美电话给我 我问她去 你干吗呀 你干吗呀干吗呀 你怎么那么不信任我呢 真是 贾美美是谁呀 贾美美是一大嘴巴 她要是知道了 那全国同事不就都知道了吗 就因为我一晚上没回来 您就到处打电话求证 这显得好像我每天在外面忽来一样 我还怎么混啊 丢丢人 你还先丢人呢 那么大丫头了 一天天地跟一群人瞎疯 你能这么疯一辈子吗 也不正让静怡找一男朋友 那照您这么说 我要找一男朋友 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夜不归宿了 你敢 不敢了不敢 我给您开玩笑呢 妈妈 那我先洗澡去了啊 等会儿 我话还没说完呢 洗完澡再说 什么 烟味 酒味 香水味 谁的 不是 什么呀这是 你知道了 真的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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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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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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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真的假的 我那知道那是谁的呀 假的你还这么得意 你都快三十的人了 连个正儿八经的女朋友都没有 你对得起你姐吗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姐 我怎么没有啊 我怎么没有 在你威逼利诱之下 我不是谈过一个吗 那算吗 不算吗 那一看你就是一个 四流不懂的丫头骗子 连城里户口都没有 我说郑叶同学 多跟你姐出去相相亲 好好找一个女朋友 别有事没事 就跟你那帮狐朋狗友混在一起 没意思浪费时间 你要早听我的 现在已经安居乐业 结婚生子了 我都没当舅舅呢 我哪敢结啊 你还敢我身上扯 你不想混了你 再说了 我还有冯乐 在美利坚和中国等我呢 冯乐 不快拉倒了 他靠谱吗 他不靠谱吗 靠谱 太靠谱了 他在美利坚和中国五年了 杳无音讯 多靠谱啊 我就不懂了姐 到底是冯乐在忽悠你啊 还是你在忽悠我们呢 你再也不说八道 我撕了你的脸 爷爷爷 谁就太杳无音讯了 我们俩天天邮件往来 你又不是没看到 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不说了行吗 让我就洗个澡回来 咱们再聊啊 回来 那是什么 手机 钥匙钱包啊 还缺什么没有 没缺啊 把手拿出来 快点 翻过来 表呢 对啊 姐 我表呢 好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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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逗你玩呢 我想起来了 我那块表啊 昨天 要在公司洗手的时候 我摘了放抽屉里了 结果呢 我一出来的时候 接了刘总的电话 我就急忙地 我就去刘总那儿的 想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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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就就在公司抽屉里 公司抽屉里 我告诉你啊 娟爷爷 那块僵尸单顿 我知道 是你花了三个月的工资 给我买的 让我上班有面 对不对 别碰我 放心吧 姐 我把什么丢了 我也不能把你送我的 僵尸单顿的表给丢了呀 对不对 多贵重的呀 放心吧 不能丢 知道就好 你要敢丢了这块表啊 我先丢了你 我先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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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先来看看 喂 妈 天兰 我问你啊 茉莉是不是特别喜欢吃那个 单卖的小饼干 就是蓝色铁合的那种 对啊 我正好在超市呢 我给她买两个 什么事有时间 回来拿一下 妈 昨天我没回去 爸是不是特神奇啊 没事的 你放心吧啊 要不今天我带茉莉 回去看看你和爸爸 好啊 正好你爸昨天吊的鱼 还没烧呢 中午我带茉莉 回来吃午饭 茉莉上钢琴课呢 等她下课了 我带她回去啊 好好好 妈 我电话进来了 不跟你说了 就这样 喂 朱老师 茉莉妈妈 今天茉莉怎么没来上钢琴课呀 茉莉没来上课 老师说茉莉根本就没进过刑房啊 孩子去哪儿了 不可能啊 我今天给送到这儿的呀 你就送到这儿 你不让给她送到教室去呀 你赶她投胎去你呀 这统供没有一百米我再停车再送 这多麻烦你 你知不知道有什么 海军在这儿一百米之间 就被拐跑了 行了 你别危险死你了 赶紧找孩子要进 你干吗呀 报警啊 干吗 咱自己先找 找不着再报警 那你还愣着干吗 找去 好 还好吧 ING ING 大蓝子 那个 你让茉莉 吃完饭的写作业啊 莫里还没回来呢 不是你听见的吗 我 我忘了 没什么 没事了 好嘞 好嘞 再说 我 我 robots 一 sel tale 兄弟 我 Leon 他们也没回来呢 你能听说 还莫丽的时候 大夫说这孩子发育指标低 坚持怀孕会有危险 可为了让你妈早点抱个孙女 我拼了命地把这孩子抱住 是莫丽的时候难产 打出血擦点死在手术台上 可那时候你在哪儿 在外地出差 陪客户吃饭喝酒 莫丽生下来体质就不好 缺盖 晨晓空到着睡不着 非得让我抱着她睡 我就没日没夜地抱着她 哄着她 就说抱着抱着 我就在沙发上睡着了 你呢 要不就喝醉了回来 要不就行 我们女人要吵着你睡觉呢 戴茉莉你真人一个手指 你能不就这样做 我也要不就生了 你还要不就生了 你以为我愿意老这么出去喝去 不是 你生莫里大出血活 我也心疼 我也出血了 我几次喝得未出血猪彦 我为什么呀 不就为了 能多挣点钱为你家好吗 不是为这家 是为你妈 就因为莫莉不是个男孩 不能像你妈说的那样 给你们家传宗接代 你就这么带着她 我 我什么时候说过 非让你给我们家传宗接代 哪句话说了 你跟我说 你心里就这么想的 要不然你干吗 不让我告诉你妈 我身外莫莉难成 我不能再怀疑 你让我一瞒就瞒了八年 这八年我怎么过的 你知道吗 刘展鹏 你就不是个男人 所以你怎么说吧 小姐们 我跟你说 我要真想跟你离婚 我八年前就跟你离了 还要等到现在 我那时踏踏实实 我找一年轻的 估计现在儿子 都能打酱油了 好啊 刘展鹏 你终于说实话了 你天天盼着 我跟你提离婚吧 现在好了 茉莉丢了 你什么负担都没有了 怎么我就没负担了 那也是我女儿 我跟你说 我对她的爱不比你少 真也说瞎话 你不怕被雷劈啊 我为了茉莉 我可以工作都不要 再用你一点时间 你把她送到情房 她就不会丢了 你有完没完 跟你没完 我跟你说了丢不了 茉莉要真丢了 我这辈子 我都不原谅你 真丢了我都原谅不了 我自己求 这是你什么呀 有你这么当爹的吗 孩子丢了 连报警都不让报 你没够二十四小时 你报警 没够什么二十四小时啊 我根本不够啊 你根本不管 茉莉 你跑哪儿去了 你知不知道妈妈 到处找你啊 你别以为不说话就行了 我跟你妈到处找 就差报警了 你刚去哪儿了 我就在这里的图书馆看书 为什么不上钢琴课 说呀 你妈问你话呢 又是因为打架的事啊 打架 宝贝 谁打你了 伤着没有 你跟爸爸说 谁打你了 快说 你装什么大好人 打架不是因为你啊 怎么打架就因为我了 你自己做什么事 你自己不知道啊 我做什么了 小孩打架 我哪知道怎么回事 爸 你们别吵架了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我们回家吧 回家 不是 你等等 你干吗 你把话说清楚再走 怎么就因为我打架了 要不是因为你昨天 没来接茉莉 茉莉就不会被她的同学 笑话她没有爸爸 她就不会跟别人打架 就你这种疤 好 有还真不如没有 有还真不如没有 她是呀 她说说有可能 我们好多想想 她说这是咱们一奔来的 那什么样怎么说的 哎呀 她当然不能直视 她换她丫头的意思就是 这是带不出我贫血呢 贫血呢 那咱们补血啊 你去把我澡周 那贫奶子补来了 她看你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 你看那个皮子 那个小眼睛 你说这个必超也太不靠谱了 做来做去说是个孙子孙子 结果一生出来变成一个孙女呢 孙女也好也可以 但是我准备的孩子的衣服 一到十岁都是男孩的 所以啊您俩那生个男孩 听见没 不着急啊 我跟千南都年轻 有的是机会 是是是 孙女也好 但是还是要给我生个孙子 哦 你给我站好 刚才爸爸在我不跟你计较 现在你跟我说清楚 怎么回事 妈妈你别生气了 我知道错了 我能不生气吗 今天为什么不上钢琴课 我不喜欢学钢琴了 我以后都不想上钢琴课 莫莉 当初是不是你说你自己喜欢钢琴 妈妈才让你上的 上了还不到一年多 你不想上了 学习还有没有恒心 我不管 反正我以后都不想学 你跟谁学这么教 可以这么跟妈妈说话吗 你知不知道学这个钢琴有多难 那么多报名的小朋友 一个季度开一次班 一个半才教十个学生 你说你想学妈妈去求这个 告那个终于上了少年功了 你说你不想学了 到底怎么回事 过来 你不是一直都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吗 上课认真听课 放学早早回家 妈妈一直都以茉莉为骄傲 可你现在怎么学会骗妈妈 还学会逃课 妈妈每天那么辛苦地出去找工作为了谁 你怎么可以这么对妈妈 我就是不想让你这么辛苦地赚钱 让她借出来给我写高级 我知道你工作累 我也知道你们也有很多钱 你有照顾我 还有工作 再也不容易了 你看 你今天要加钢琴课的学费 好贵呀 以前是我不懂事 要这样学钢琴 你 你在我等事儿了 我不学了 我不想让妈妈那么累 其实今天早上 我和妈妈用钱来着 但是她 她问我要钱干什么 我又不敢告诉她 我又不敢告诉她 是你妹姐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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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 对不起啊 妈妈错怪茉莉了 茉莉长大了 茉莉会体验妈妈了 可是妈妈不是告诉过你 爸爸和妈妈的事 是大人的事 不要想那么多 妈妈会给你准备好钱的 知道吗 不哭啊 答应妈妈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都要告诉妈妈 妈妈不光想当你的依靠 也想当你的好朋友啊 来 好了 不哭了 今晚的电话 喂 妈 茉莉啊 茉莉下课了吗 你们什么时候过来啊 我这临时有点事走不开啊 有事 要紧吗 就又跟刘展峰吵了一架 没事 你们不用担心 我这个人你不知道 我往里上藏不住事 万一我回去 肯定有 行 不过来就不过来了 这个吃饭什么时候不能吃啊 你爸那边我告诉他啊 没关系 不来就不来了 怎么着 说不来就不来了 爸 我不是你爸 我也不敢当你爸 你把你爸和你妈当什么人了 爸 您听我把话说完了 说什么呀 你还说什么呀 说来吃饭不来吃饭 你说这就多少次了 江天岚让我告诉你 你来吃饭不求着你 爱来不来 您啊 停啊 我就白养这个女儿了 你都不让人家说话 人家不是说有事吗 他能有什么事啊 除了带孩子做饭 他能有什么事啊 每次来吃饭吧 催三催四催三催四 都是你跟他惯的 臭毛病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当爹的 你跟女儿有仇啊 也没见过你这样当妈的 这个天岚 从小你就护着她 咳不得碰不得 咳不得 咳不得 沈老师 你是搞教育工作的 你不知道慈母多败儿啊 你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江天国 干吗呀 干吗呀 吵死了 天岚又沟洞地火了 他吃不吃饭 吃吃吃吃吃 吃什么饭哪吃 气都气饱 爸 那晚上吃什么呀 鱼在锅里我得喂你啊 不是 我招谁惹谁了 我自己吃 用不着急喂 沈老师 我能进来的吗 沈能挽子住你啊 沈老师 他江泉国同学实在是太不懂事了 怎么能惹你生气呢 来 我替他向你侦查认错 妈 喝点茶喝点茶 来来来来来 给个面子 妈 我给你按摩按摩 好 舒服不 你说 妈是不是错了 我真的对你姐很偏心啊 关于这个问题啊 妈 你说你从小就只会对我凶 那对我姐呀 是连句重话都不敢说呀 不是 你是 可是我呢 我一点都不吃醋 我知道 你呢 是心疼我姐从小没了亲妈 你对她好 是想弥补她缺失的母爱 这都说后妈难当 可是我觉得你 做得特别棒 反正我呀 一直把你姐当成亲闺女 我就是替她着急 替她担心 你说你姐那么要强 她现在一个人带着莫莉 住在什么地方我都不知道 行了 妈 你别愁了 就我姐那脾气 你能带她怎么着呀 你开心点 我 我真干 干不了这事 我 我怕 怕 你怕什么 你怕什么你怕 摸我的心跳 脉崩 血啊 你没看门口牌子上写的 今天停止营业装修这几个字啊 没人 你快去 我哥 你有着力气推我 你 我自己去 废话 我怕了 我也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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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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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去 大哥你踢柱子上了 我去肚子 你疼个屁啊 你疼个屁啊 打我 我走了 去去 手帅手帅 手帅手帅 好好好 行行行行 不忍急不忍急 乖乖乖 这样这样 你啊 帮我去问 我晚上请你吃 烧烤 不 全羊 不够 海鲜 你说的 我说的 不骗我 闭闭闭 早说嘛 你有说起我吃海东 我绝对给你问的 清清楚楚 这么简单一事 我去了 去吧 走你 快走 没了 没了 我给你问回 这边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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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贵宾接待 贵宾 我找的就是你 我昨天晚上住你们楼上的客房 我今天早上走得特别急 我有一块表啊 就特贵一表 我掉在房间里面了 我想您帮我找一下 您昨晚住的是几号房间啊 七四五 我帮你查一下 我帮你查一下 先生 那个房间是为女士订的 她 对 女的 对 那个 我是她女朋友 我是她女朋友 什么 不 她是我女朋友 我麻烦您帮我插一下吧 我 帮帮忙 帮帮忙 客房部 客房部 今天上午打扫卫生的时候 西四五房间 有没有捡到一块手表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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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见了 您确定是丢在我们这里吗 我确定啊 我昨天晚上我休息的时候 我就放下来 我就放在床头柜上 我 那个把订房那女士的联系方式 你 您 对不起 先生 我们不能泄露客户的信息 您不是说她是你女朋友吗 没有她的联系方式 我昨天刚认识她 刚认识就开房 你管了啥吗你 走啊 走啊 我等你慢一点没关系 还早呢 爱的火不会停 小江啊 你是不是在盛中考虑一下 一直以来你在公司的表现 是非常地优秀 领导也很看重 我会坚强的 我跟你说句实话 下一批的升职名单当中 你现在提出辞职啊 是不是太可惜了 我不会将你忘记 我哭了 谢谢您 王总监 我也记得好了 我也记得好了 想你了 回忆我们的过去 孤单了 南城的时候受到了干扰 你现在的一身受到了 恐怕你再怀疑的几率不肯定 重吗 我的世界 只重力 至少鲁 尊二 再也怀不上了 这 在黑的夜都会凉起 在闹的街都会水去 在坏的天都会豪奇 再大的风都会停息 再过多久才能忘记 再爱一次是风甜蜜 再说一次我很爱你 再一次将我 这事如果告诉我妈的话 她一定来闹翻天 咱俩的日子就彻底过不下去了 你知道吗 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找人 找我 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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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吗呢 练军资呢 出事了 什么事啊 这一期杂志 罗总公司投放的广告上不去了 为什么呀 没有版面了 不可能 不是早包上去了吗 而且 就是 就是文艺版面啊 我忘了天 累不公就单了 什么事啊 你说你这脑袋是被驴踢了吗 你就不能干点人事了 真的 先去跟他们投出说 广告先登 工作单后补 让我请他们所有人吃饭 我找过他们了 杜敏秋说不行 杜敏秋吗 谁呀 文艺部新来的主编 文艺术中一个 文艺术中一个 是听说他们新来的主编 这么生吗 什么路子呀 打探清楚没有 没有 反正这人挺较真儿的 可不是嘛 原来这种事情也经常发生啊 哪一次都是给他们打个招呼 先上网告再不公投他 就是啊 数他事最多 说什么有蜘蛛就得遵守 稿子已经排好了不能动了 全是他说的 什么人呢 不能够啊 还是你小子没好好求人家 别人跪下了吗 我好好地说了 你车了我都说尽了 没有 还是没跪下 不是 我跪下不是太跌分了吗 我倒没什么 不是还得顾及您老人家的面子 董令导 你说咱们投一次跟罗总合作 我就晃点人家 你说这 天空飘过五个字 这都不是事 所人还能让尿憋死 你们把明天所有的样餐都给我拿来 文语版不行 咱们就美式版 美式版不行咱们就辆车版 我就不信了 还搞不到一广告位 这行嘛 你问我呢 你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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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 行行行行 赶紧办 走 走 找我呀 坐这儿干嘛呀 走 我先吃饭去啊 不用了 喝点什么 不喝了 什么事啊 昨晚我没回去 爸又生气了吧 嗨 我以为什么事呢 咱爸那脾气你不知道吗 气儿一过 没人就好了 就让咱妈受委屈了 沈老师像是受委屈的人嘛 几句话 就把咱爸的威风给灭了 放心 能再借我点钱吗 上次借的都还没还呢 主要这次 茉莉的钢琴学费要交了 等浏览工下个月 抚养飞机打过来 也许还给你 老是问你借钱 你还挺不好意思呢 你要是不好意思 你就去找刘正鹏 好想敲他一笔啊 不让人看不起我 你这不是死要面子 活受罪吗 没事了 你要不方便就算了吧 没事了 好 走 我是心疼钱嘛 我是心疼你 这有两千 我刚发的奖金 拿着 怎么了 要不够我再给你取掉 够了够了够了 够了吗 谢谢啊 跟我用着那么客气 但我一有钱 马上还给你 不着急 钱在我这儿 我马上就花了 放你那儿还能帮我攒着点 想吃什么 我请客 拿我的钱请我吃饭 可真行 还你还你还你 想吃什么 嗯 这儿有什么好吃的呀 还那么贵 我刚路过 那个家牛肉面不错 吃面吧 牛肉面 谁能做得过你呀 要吃去你家 你做给我吃 我 我家 吃什么呀 想吃我做得不容易啊 下次去爸妈家 做点好的给你吃 姐 你都搬家半年多了 我连你住哪儿都不知道 你觉得合适吗 你今天就带我去看看呗 走吧 你一会儿还上班呢 我都请假了 你带我去我不告诉爸妈 快走啊 走 别闹了 快走 快走 怪不得你不让我跟妈来看你呢 你干吗 我不能让你跟茉莉住这儿 去哪儿啊 回家呀 家里有你们住的地儿 我不回去 你就宁肯住这儿你都不回家 你到底怎么想的呀 一个婚还要瞒着爸 你到底当不当我们是一家人 有些事你不懂 我怎么不懂了 你不就是跟爸堵那一口气吗 那口气有那么重要吗 树活一张皮 人活一口气 我以为这种话 只有老姜同志能说得出口呢 爱玩儿告诉你 老姜同志有心脏病 你可别什么都跟他说 行 我不逼你回家 那你跟我去找刘展鹏 他大方的住着小车开着 凭什么让你们俩在这儿说罪啊 我不想再见他 姐 我的亲姐 你能摆成你自己的位置吗 你现在是刘展鹏的债主 我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 谁离婚 就算不分老公一半家产 也得扒他三层皮呀 你这倒好 这刘展鹏就给你那点钱 就把你给打发了 现在养个孩子多贵呀 那点钱能干吗呀 这刘展鹏你真够行的 还真有 行了行了你就别说了 我的事不用你管行吗 不行 那你听好了 刘展鹏对我怎么样 我真的不在乎 我也不想跟他 有一心半点的关系 我现在就想带着茉莉 你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吃点苦受点罪怎么了 日子总会一天天好起来的 还有啊 我这事千万别告诉妈妈 听见没 我就不明白了 一家人有什么话 不能敞开说的呀 天天瞒了这个瞒那个 整天提醒刁担 我真怕我说漏了 好 行了行了行了啊 好了知道你委屈 知道你不容易啊 姐可以做饭去啊 方便面啊 这算是方便面 我也能做出独特的味道 等着